76人基一暴冷输给蓝网图 路透记者陈瑞昊 综合报道东区季后赛首轮76人迎战蓝网 基2将于15 日上午80再度交锋 东区第六种子蓝网基一暴冷即败地 种子76人 蓝网老将更透露以摸熟76人打法 弹击 176人三巨头巴特勒 吉米巴特勒 恩彼得或埃尔恩彼得 西蒙斯本 西蒙斯三人仍合计缴出67分 76人基二是 必反扑 但基一后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蓝网中锋戴维斯一 戴维斯却是76人明星中锋恩彼得的最佳大索 西蒙斯 哈里斯将可能反扑 请继续往下阅读 基一76人先发 只有巴特勒与恩彼得得分表现较为正常 季中加盟的前快艇射手哈里斯 托比亚斯哈 里斯上场41分钟 七头紧二中拿下4分 西蒙斯上场 32分钟只有9分 老将射手瑞迪克JJ雷迪奇 K上场23分钟攻下5分 三人势必会在七二力球振作 蓝网老将达特德利 贾里德达德利层 在基一后表示球队摸透76人传球入境 也因此造成76 人多次失误 若76人分散球权且西蒙斯恢复组织优势成 公串联队友 哈里斯与瑞迪克两大射手将会有更多空档 76人也将改善基一三分线紧重三颗表现提升火力 76人三巨头恩彼得佐 巴特勒中 西蒙斯又 图 CFP 蓝网区维持火力保持优势蓝网在 基一全场投进11颗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成2 阵中最稳 定射手哈里斯乔哈里斯更投进4颗三分 脚出7成5的命中率 祭出层脚踝脱臼的小将拉佛特斯 里斯莱福特也有三分球4投4中的火烫表 线 蓝网在内线优势不如76人情况下更需在G2保持3 分优势 蓝网中锋戴维斯是基一的最大骑兵 他上场2 5分钟就斩获12分并抓下16颗篮板 表现与例行赛判 落两人 根据EFPN司词 因辅马 深统计 戴维斯于基一防守恩彼得时 恩彼得头 8中一支拿下7分 蓝网使用戴维斯防守恩彼得也收到棋 小恩彼得既以前虽传出西伤未遇 最后仍上场斩获2 2分 但他全场投15中5 尽管他赛后表示状况不差 但巴特勒表示他希望恩彼得能多休息 因为他认为恩彼得 在场下时可激起团队斗志 才可让76人后面更有竞争力 他更认为 76人没有恩彼得有足够实力击败蓝网 76人恩彼得既一代商上阵图 达志影像 美联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